这做什么呢 我一出门就闻着香了 小雅 我在桌上看你两张面膜 这保质器都快到了 我帮你用了吧 没事姑 你用吧 不用专门来跟我说 烤面包呢 给欧阳烤的 小雅 故事过来人 你千万别听你爸的 你爸那是老脑筋 嫁个有钱人怎么了 你千万别管别人说三道四 他们那是忌妒 他们那是没机会 没本事 还有说什么 有钱人就一定划天酒地 就一定会养小三包二门来 那都是忌妒 怎么着 非得没钱 非得穷啊 你辜负到穷呢 我当年也是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 还不是被他画千巧语的 给骗了 这辈子怎么着 还不是变得现在这样 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老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是 有钱人也有烦恼 可是人家至少不为钱反成 小雅 你自己想想 你要是真嫁给欧阳了 你这后半辈子就妥了 不光你 你爸 咱们整个林家 后半辈子就都妥了 你想想你爸 为了你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 花钱给你看病 花钱供你上国外读书 到现在老了老了 还挤在这破屋子里 守着个破排档 你就忍心让他 像现在这样受苦吗 你就不想他晚年想想清福 我说是不好听的话 欧式家族给咱们丢块骨头 咱们林家都能啃一辈子 姑 我说了这么多 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啊 姑 姑啊 我跟欧阳呢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所以你就不要乱猜了 你们现在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也可以让他变成 非普通朋友关系啊 你不是他秘书吗 你抓住机会 老花姐说的你追男不曾杀 你别犯傻啊 你不明白 你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追 我到了 有眼不尽药 我跟欧阳不管是什么关系 跟你都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 今天的牛角包 我专门加了新料 给你留了两个 你别忘了吃啊 我上班去 你犯傻 行 我不是说了以后别来接我了吗 我们家现在不光有我爸 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姑姑 要让她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又别想睡觉了 什么奇葩 我多奇葩 你不会想知道的 好吧 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上班 不行 怎么就不行啊 这是因为你男朋友 我应该做的不可以拒绝 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 野菜 牛角包 给我尝一个 你以后一定要来接我的话 就再也吃不到做牛角包了 怎么这样 还说是普通同事关系 明天就是不想帮衬穷亲戚 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种 就是不一样 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 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啊 谈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 跟搞地下工作一样 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 我说你干不理了 我一路跟他说 我咋有费 spelled 没关系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就不知他 她肯定没关系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的亲戚 你怎么会在那儿呢 我应该在这儿呢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那你怎么会在那儿呢 无论我爸怎么反对 我都会坚持 请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好了 快点把牛角包吃吧 那我先走了 咱们俩一会儿关锋时间 我先走了 喂